你把你脸大 老板要不 喂 老板 观众喜欢 观众喜欢这样 谁说的 我不都是麻信观众 来 大家好 这是刘晓 这是赛赛 大家都见过 记得他背后 这是新语 我是张沐飞 实际上我们在座 团阁这个节目 并不是每一集 团阁每一件产品 不是 我是想以真人秀的方式 去记录下来 也相当于是一个纪录片 对不对 对 然后呢 我们是怎么分工的呢 第一 第一首先是由刘晓 来找产品 前期呢 她是没有经验 不过没有关系 因为丘利事件 之前已经搜集了 很多的产品 而且国外的一些 供应商也和我们有联系 然后第二呢 就是由新语 把我们的视频 剪成片子 然后对外发 因为现在呢 我们没法出去拍 我去看事件 所以新语就有时间 做这个事情 他如果不做这个事情 他也没有别的事情 可以做了 然后这是赛赛 赛赛就负责 跟大家沟通 第二呢 要和供应商去对账 因为这个对账 还是很麻烦 是不是 然后因为要每一笔去对 那有人就会说 为什么我们没有在 直接点击一个链接 去购买呢 因为我们是全网发布的 每个平台 并不支持 每个购物平台 还要考虑到 各方面的原因 我也是希望 有一个沟通嘛 所以呢 用现在目前 用这种方式 那现在我们这个工作 遇到什么样的 一些问题呢 我的我的 我找产品摊摊了 我的我的我的 我们现在的问题呢 就是主要还是 产品速度太慢了 我是希望 刘晓要找一个产品库啊 应该是速度最快的 比如说这个产品库里 已经有啊 二三十样的一个产品 价格呀 库存书啊 这个性价比啊 背后的产品资料都有了 继续继续 比如说 土耳其 我们有一款 这个 防脱生化水 防脱生化水 那只有一款产品 专门去做一期团购的话 力度不够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有足够多的产品 综合起来 我选一个合适的 我们就开始策划 然后开始拍一期 我希望是每个月 至少能够 正常来说 应该是十到十五级啊 这一个月 我们现在只出了四级 速度还是比较慢的 现在可以让刘晓来 讲一下自己的东西 我就负责找产品呗 你别笑我行不行 那个摄影师 就是你们如果对自己的产品 很有自信 各方面的 就有的卖点 就是宣传力度不够 需要我们来进来宣传的 我求你们赶紧联系我 因为我这边真的是 找产品还是挺费劲的 因为产品太多了 又要质量把关 库存要够 所以就是 但是我还有其他的动作 就是说 打包呀 然后那个 助播呀 加个字幕呀 反正就是哪里需要去哪里 步不高螺丝钉 我的工作就是基本上 后期基本都是我了 微信可能有时候 家人不是很直接 不是很简单 你就是单方面 加上我之后 你给我长不了障眼 还需要一个人 一个人的去添加为好友 活不难 但是挺多的 挺耗时间的这个活 其实 我其实我的工作没有什么变化 主要还是做 就是还是剪辑嘛 没了的 他们三个人讲的都比较浅啊 就是说明我觉得就是 没有动脑子用心在做这个事情上应该怎么去做 实际上大家可以看 他们三个人 是有一个人是属于团购这个负责人的 大家猜的是谁呢 答案就是赛斯 刘晓说不知道谁不责 因为新宇如果我去干事件去拍了 那他就要跟着我走 那刘晓呢 那边还要去帮忙求你直播那边 那赛斯呢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为 全新的投入这个事情 他会剪片子 第二呢 产品 所有人去进行克服沟通的时候呢 他所有的产品啊 包括供应商 对账拉起巴刀的 他事情都能够掌控起来 而且他了解会比较深一些 所以我是希望能够赛斯 能把这事情给顶起来 顶起来就意味着 但是 我希望你们 还是不要突然这种情况 因为我已经 后期这些所有事情 我已经忙不过来了 这个团购还是大家伙一起 会更加有意义 更加有团队精神 是不是 我觉得大家不要把我抛弃 让我一个人来搞 所以说呢 当工作忙不过来的时候呢 应该有效的去分配人员 应该去帮他忙 应该干什么 所以我也经常问他 如果你需要帮忙 就可以喊我 然后一般我比较忙 说完这句话 我就要回去带小孩 所以说呢 这个系列 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有什么建议的话呢 也可以给我们留言 完了 这样 好 好 好 日本中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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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